近年網絡欺凌問題嚴重 就算資深藝人都未必懂得處理 年僅16歲的新人張若熙 出道短短時間就要面對網民評論 她都曾經覺得不開心 我覺得最不開心的 就是別人說我唱歌很難聽 我覺得其實不要緊 那一刻會倒下 但之後就可能看影片 就想一下他們說哪裏不好聽 會不會這個位置又可以有改善 就去對證下藥 若熙仲是學生 明年要考大學 家人會不會怕她唱歌分心 我家人支持我 只要兼顧兩邊就可以 我自己當然分配好兩邊的時間 平均分就可以 唱歌就很開心 讀書就有點壓力 反而兩件事做得更好 若熙將會推出第二首親自作曲的作品 是首唱跳快歌 接下來的首新歌就是想說 關於我變十七歲之前的一些 可能心情和感受 還有我放這個暑假 可能就是要回學校補課 就有一些心情和感覺 就想寫透過這首歌曲寫出來